就要讨厌也要讨厌对原因吧 不然的话 总觉得有一点... 尴尬 或者脸红吧 大家好,我是Kat,我是Kat 我是Syt 和... 这是Wenster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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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 上周,韩国网友昭靠 为罗斯粉申请费移的话题 登上热搜第一名 很多网友第一时间,就表达了他们的愤慌 以及韩国人怎么又做这样的事情的嘈讽 因为类似这样事情,之前发生过好多次 但这件事很快出现了反转 万为了只是听起来的Instagram拍子 但韓国人用的字符的字符是很奇怪的 并不像一个国人会写的字符 即使是一个韓国人写的字符 这就像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字符 这就像是一个媒体的字符 所以这就像是韓国人的观似的观似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人拿来带了一波节奏 可能韩国这种事情就很好带节奏 我很久以前就听说韩国人认为孔子是韩国人 所以我还特地问我韩国同学求证 然后他听了也之后也是莫名其妙 说哪来的这种观点 从那之后我就认真搜索过 我看过个视频我就忘记谁发了 但在那个视频里 这个博主在韩国当地随机采访的很多韩国人 问他们谁是孔子 就没有任何人提到说孔子是韩国人 然后其他的像韩国人为汉字生疑 为端午节生疑 认为李时珍是韩国人 认为曲约是韩国人 这些都是当年火爆全网 让全网民生气的点 但事后都被证明是乌龙事件 我不知道老在带这些节奏人是别有用心呢 还是就单纯的自私 为了流量不去判断事情的真伪 但是让人更担心的是 就是这些事情 就算事后被证明出来是假的 已经没有人去关心这个结果了 然后大家只记得当时看到这件事情 使得愤怒 然后这个愤怒不断积垒 然后给了这些带节奏的人 带下一波节奏的机会 因果因为 他们不在意味着人们 他们不在意味着的源头 他们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 人们可能会被不在意味着 他们是要他们 要在意味着这种东西 查询了他们的源头 别在意味着人们上的内容 据我们聊这个事情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喜欢上某一个国家 甚至都不是要劝你去 不要再讨厌某一个国家了 就是讨厌和喜欢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别人管不了 但我就想说是 就讨厌也要讨厌对原因吧 不然的话 总觉得有点 尴尬或者脸红吧 昨天的发生的发生 夸夸群是一个很热的题目 甚至于有媒体谈论 外国外国家的报告 你必须要进入夸夸群 然后你会变成笑话 就有一个中美文化差异 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人会比较含蓄 然后美国人会比较... 日常夸的比较多嘛 然后我在想 这个夸夸群的形成 和这个文化差异有没有什么联系 我可以告诉你 从专业的经验 你永远会比较吵我 我会比较吵你 好 为了演示一下手势夸夸群 那我就用这机会夸你一下 太棒了 然后我就直接 Freestyle嘛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脚 哎呀 你这个头发... 很好看啊 故意染成这样的嘛 是故意染成这样的啊 故意的是不是 是故意的 呃... 很...很...很...很标准的发音 噢... 你的英文真的非常不错 嗯 我希望这样 哦 你刚刚这个动作啊 很有礼貌啊 你这个...哎 要挡住嘴 很有礼貌 很有教养 哎 你看你看 这个谦虚态度不... 不...不回答我啊 就...你知道很谦虚啊 没有字嘛 这就是惹我惹了 这太偏了 我说是偏了 不是偏了 所以昨天晚上在微博上 有一个特别的题目 提到 是否应该学习英文 所以这个原始是 一个网友叫华签芳 他说了 什么意思是英文 带到你的生活 很多网友都发布了 这就发生了一个谈谈 然后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点是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英语是一种废无技能 浪费了我们无数人力财力 牺牲到孩子们宝贵的童年 为英语纳喊的人 无非是那些行业从业者 和一些思想上 自我矮化的奴隶 第二观点 不反对学英语 但反对全民学英语 英语专业词汇 太多专业领域 还是工具不离手 还得翻译 精通英语很难 第三观点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 语言稀化 思维就稀化 追赶时期学习可以 取而代之的时候 就必须改变 就我们觉得这些问 就我们觉得这些观点本身 不过这常常都有些问题 就有一种乱圈打死老师傅的感觉 一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应 但我们把他几条微博总结一下的话 他可能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提出的 英语对你人生有什么重大的 或者还算是有帮助的事情 首先英文是非常实用的工具 就我出去工作旅行或度假 就算我去的地方不是英语为母女的国家 我会点英文 也可以期待 和当地人有一些简单的交流 就给我的旅途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就算我不出国 我上网找任何东西 输入资料电影 我会英文 就好像我有更多 选择和比较的空间 因为毕竟加上英文 它的数据库大了 不是一点点而已 以上说只是把英文当作一门工具 给我的帮助 但其实英文给我思维上 和心态上的帮助是更大的 学英语不仅是在学一种语言 也是在学一种思维方式 比起单一思维方式给人的局限 你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你眼前的世界就会更大 看到了世界更大了 好像我的心态也会更加平和的 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种 不成熟小男孩的阶段 凡是觉得自己最了不起 自己是忠心 然后很难接受别人优点 这对我个人而言 是一个自我成熟阶段 就至少对于我 这件事情和学习语言 是非常有联系的 第二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 包括金钱成本和孩子 宝贵的童年时光去学英语呢 首先金钱成本 9年义务教育就教英文啊现在 所以金钱成本 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成本吧 但根据他的理计 无论是你学习英语 或任何其他语言 他们都会失败了 孩子的宝贵的孩子 对吧 我意思就是 为何不直接学习 全都要习惯了 你知道吗 你最需要是 基本的秩序和秩序 为什么要学习任何其他语言 你需要科学、科技、科技 你真的需要那些语言吗 我不知道 然后再回到他所说的成本和代价 就是你不学这些 你要用你宝贵童年做什么呢 不要说小孩了 大多数的成年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将来会再做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在小时候就放弃学英文 难道不是有点像是放弃一些未来的可能性吗 然后第三个问题 说什么外文资料维基百科解决这个问题 只要搞一支专业翻译团队就搞定了 哪用得着学习傻乎乎的学英文 所以,不管是否这真的实际计计 如果你计划一个团队像这样的 大家想想想想,那会有多高质的 他说了Wikipedia Wikipedia不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源 有很多高校的学生不允许使用Wikipedia Wikipedia就是一个小小小的一部分 全世界上的资源 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 很多东西是靠翻译 翻译不到位的 但是对于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 可能很难理解这个观点 所以就没有必要太说下去了 电影《那些年》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男主问沈嘉宜 我敢跟你打赌十年后我连Log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能过得很好 沈嘉宜的回答是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 徒劳无功 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啊 复苏劳动小说过程不就成功 他们就聊这么多 不是一个要不要学英文的问题 对我觉得答案大家都知道 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上周我们聊到美国大学陆学丑闻 讲到说美国大学的陆学多元化导致了作弊多元化 但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陆学多元化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 例如 S二、 Bruno Leves 第二个阳isz 树 арbelez 同年早上11月十岁日 明星eremos 第一次赢山手 但是他还 werde 没有人可乱了 亚级陆天 更加重 aligners 有人可能会想他这么厉害 可能一直都在训练 没有时间读书 或者他作为世界冠军 可能不需要像普通人一样 早起上课 熬夜改论文 不是真的 他仍然需要做所有的同学学生的同学 他说 他花了三个小时每天 一天的练习续练习续练习续 他会努力输入专业的研究 他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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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专业 这会是一个超级的试图 他想要成为一个全班的高学生 和一个全班的高学生 哇 你怎么累干嘛 哎呀 这么累干嘛 这一次的试锦赛 刚好是在耶鲁的春假期间 所以真的是耶鲁同学回家过了个春假 然后他放假顺便拿了个冠军 哇哦 像他可能就是这种多元教育体系下 最想培养出来的那种全面天才嘛 嗯 所以华冰现在很火吗美国 嗯耶 嗯 女生看 耶 哈哈哈 我记得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我的脸书首页全是 转 在转一个日本男生滑冰的视频 Yuzuru Hanyu 他超级的 大家都喜欢他 所以到底在看脸还是看体育 你不是不看体育吗 嗯 我说是真的 哈哈哈 这她看得不错 美国 她看得不错 她看得不错 那是男行的 是什么 的技巧 没有 没有 就不必 她看得不错 好 诶 我们不是在讲 那一首诚吗 我们怎么讲讲的到 语之语的花车呢 昨天在《Alure》的《Alure》节目的节目 演唱员 Gemma Chan 在《Bess of Hardwick》中央演出了 她的《Bess of Hardwick》 在《Bess of Hardwick》中央演出的 《Bess of Hardwick》 在《Marry Queen of Scots》 有些人认识了 一直是良成为是黑真 中央演出的《Bess of Hardwick》的作品 当时在《Champ》中央演出了 《Bess of Hardwick》中央演出的表现 《Bess of Hardwick》中央演出的 所以回答中央演出的 《Bess of Hardwick》中央演出的 我认为我感觉到这种感觉 我一定不是在黑人被演出的方式 我一直在看更多的角色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总是比较历史上的角色 因为我真的会有真正的角色 我认为词性的角色 我认为更多的角色 我听说这个电影有很多角色的角色 所以可能拍攝也不太值得 所以可能拍攝也不太值得 基本上 基本上,白的演員有所提供的 是正確的 而且是需要改變的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 比不正確的更重要 就這一件事情 真的很多人像你一樣 都不知道怎麼去反應了 以前在好萊塢,白人可以演任何人 可以演白人,可以眼睛貼下來 演亞洲人,皮膚塗下來 有黑人 但這些情況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因為這是聯繫到種族歧視 只會減少女性的角色 到一個刺激的角色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有個性格的角色 我們有個性格的角色 而且這件事不算是 為了很多人的角色 因為在黑人的角色 像美國,美國 這件事已經操縮了 黑人的角色 他們一直有能力 所以在好萊塢,白人演非白人角色涉及到種族歧視 但這一次亞洲人演一個白人角色,很多人覺得沒有涉及種族歧視 但同時有人提出質疑,他質疑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忽略那些歷史 忽略power imbalance來定一個真正的標準,不要雙標 要不你都可以演,要不都不可以演 但是這件事情有趣點是在於它剛剛發生 有點像處於在那個中間地帶 大家不知道怎麼去反應 就看怎麼去反應,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有點那個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現象的出現是一個蠻有趣的話題 我作為一個亞洲人,我也知道它背後涉及的歷史 雖然我也很開心好像在好萊塢與亞洲人越來越有市場的 特別在crazy rich Asian之後,很多在好萊塢與亞洲人表示 我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那種感覺 反正就在往對的方向走 但我還是覺得 為了長期的公平來講 好像確實沒有必要 讓一個歷史上真正存在的一個白人 給一個亞洲人演 我覺得,因為大多數的角色都是沒有種族的嘛 把那些機會給亞洲人就好了 所以我也是不知道怎麼反應 但更偏向來說 其實也沒有必要給他 因為我會想到如果在中國 有一個中國歷史劇 然後 中國歷史上存在的一個中國人 被一個白人演了 我會 我會接受不掉 但同時中國和美國那邊一定有這方面的文化差異 所以 沒有那麼簡單的講 但是誰知道呢 可能未來跟我的猜測完全相反 可能在未來 你任何種族可以點任何種族人 然後大家都不在乎 只是我們現在剛好在這個 中間點零界點上 我們不知道怎麼去反應 所以我們只能等待 看會怎麼樣 對 OK,這就是TJW的這部影片 請回覽,喜歡,留言,跟追蹤我們 謝謝你們的觀看 謝謝大家的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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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